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一个素人逐渐培养成一个明星 随后于正再次曝光有关陈晓的黑料 去年的那年花开月正圆陈晓翔骗丑地 是自己于正逼着陈晓和该剧组签约 否则哪有现在大火的陈晓 接着于正再次爆料新版神雕侠女女主要求 都是按照陈晓的要求照 难以服众的于正也是晒出当时的聊天记录 证明自己所述的真实性 曾经力捧陈晓的于正 现在签约新人也逐渐放弃了 将陈晓作为首选男主的想法 而如今因为网上的一些网友的言论 沉不住气的于正 索性直接爆出陈晓黑了 曾经的伯乐如今却变成现在的仇人 果然如大家所言娱乐圈 只有永恒的利益 没有永恒的朋友 大家觉得这件事谁对谁错呢 没有娱乐我们不八卦 我是小千点击右上角关注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 你的关注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